小土豆们快来这儿吧 快来这儿尝尝 别有一番松味的 牛肉粿包肉 黄瓜条部位 跟猪肉价格一样 牛肉粿包肉 大家猜一下多少钱 我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大家好 我出发了 现在是石头倒截 然后我现在看到了麦凯勒 有一些变化 就是以前的那边广告牌都没有了 不知道是不是要经有了 但现在还在控制的状态中 有粉丝问我 说想看一下十二楼街 现在是不是比以前繁华了 是不是还那么多空置的房子 咱们现在路过十二楼街看一下 这儿以前是那个红博商场右边 现在开了哈尔滨小街 哈尔滨小街就是 小的中央大街列 里边就是什么食品的 旅游用品的 红场都有 现在十二楼街 可比以前好多了 灯都亮起来了 好很多呀 没几家空的了 现在还新帮有几家空的 清风了 即将进入中央大街路段 那儿豆里松雷 现在开了好多 大卡剩币 九成火锅 来确定一下 这里的佐班奴已经没有了 变成了 四股 冰雪 音乐 典型 大世界 又一库 变成了李先生 和烧烤 现在是霞曼街 今天作为一个哈尔滨博主 我上网查了一下 哈尔滨哪家锅包肉好吃 有很多人说 到外的春饼小吃 春饼小吃 我作为一个老哈尔滨人 我就一直没吃上过 我曾经 蓄谋 去吃了一次 但是说排大队 尤其是现在这种南方小土豆 已经从早上七八点钟就去排队了 现在更不可能吃上了 听说他家的锅包肉是最好吃的 然后还有知音九楼花园街等 其实以前到外 就是静语街上有一家老独益处 他家的那个 锅包肉特别好吃 有一个老厨师 我经常去吃 但是现在因为 那个到外巴洛克改造 他们也已经 不经营了 有一个老的百年老店 什么家的那个我吃过 但是我觉得口味一般 个人觉得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就不提名字了 然后今天我要去 我经常去的一家小馆 然后去吃一个牛肉锅包肉馆 但每次我都吃我 我愿意吃的 什么干豆腐啊水煮鱼啊 那今天我要尝试一下锅包肉 作为本地的博主 也要推荐一些好吃的 给未来的来汉宾留的游客们 这是静语街地铁口 那人乌痒痒的 那天我手机都没电了 我在里边充电啊 这是比机场人多多了 这个地铁视频 东江街一片新龙的景象 跟我去年拍的视频不一样了啊 去年拍的全是关门的 大街上连个车都没有 牢擦了 这是我的食堂小馆 这是为我设计的 我爱吃鱼啊 算钱鲤鱼 38块钱的 然后 水煮鱼菜单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回民小馆 是我经常来的一个宝藏小地鱼 水煮鱼 水煮鱼 48 然后水煮牛肉 48 尖叫干豆腐 这个嘎嘎的 嘎嘎一嘎四 最好吃的 16块钱 价格公道不 这边还有主食盒子回头 还有馅饼 完了 还有烤串 这是电烤的 6串38 8串48 牛腰子什么的 反正要什么都能有 老板和老板娘亲自接待我 来老板亲自下厨 这什么菜 鱼干豆腐 鲜椒干豆腐 这个嘎嘎好吃 真的 这个不是吹的 是这家店最好吃的菜 就是这个 别紧张啊 紧张着 你看 咋样 像样我 我还没出菜 哦 有两种做法 一个烹汁 一个卧汁 三种做法 是烹汁 好 今天新书在头的卧汁 咱是什么汁啊 咱这是什么汁啊 三年口的呀 白狼 白狼 放哪呢 烹汁啊 烹汁 烹汁就最碗汁 第二个菜也怕停热条 这放的是老汤吗 哦 水 烹老汤太腻了 稀释稀释 看 先锅下油 对 煎一煎 把它锅一下油纸煎出来 煎它有点 煎煎酒 吃的更好吃 出版 煎火 � � yokso 鍋丹肉要放这么多油 给大家看一下鍋煲牛肉 一般来哈尔滨的游客吃的都是 鍋煲豬肉 看啊鍋煲牛肉是什么样 我以为这里带肉 这是猪肉粉 这是肉 牛毛条肉 牛的黄瓜条部分 那比猪肉的成本高多了 对 猪肉费 当然 这个黄瓜吃起来 肉费就好 能复你的 别紧张 你说这样才能做 我这一拍给老板正紧张了 我来这么多次 我第一次吃黄瓜肉 从来没吃过 不是 我家黄瓜肉吃 这个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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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特殊巧克力 这是粉面子吗 还是面呢 里方有 里方有淀粉 还有这个玉米 如果说 一大推法的错证 吃起来还是要输入 嗯 他没拿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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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炸酸面 高油粉 吃的是内椒 里嫩 马上准备出刀了 准备了 准备吃刀 吃刀以后还得再炒一下 对 挖一下那个 咱们那个火锅肉进去 断面的精髓就在这 好 哈喽 这锅包肉 因为今天 现在饭店不是很忙 所以 我有机会能去后灶拍一下 这三个菜 基本上也就是10分钟 全搞定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三个菜 锅包肉 炸牛肉条 尖叫干豆腐 这个 我绝对推荐 大家可以搜一下 这家 百顺元饺子坊 在通江街 多少号 反正洪川街和洪霞街中间 社区院旁边 跟大家说一下 我不是吃博 我只是说想作为一个本地的博主 然后在我吃饭的时候 尽量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 比较有特色的 价格便宜的那种小馆 因为我这水平上去不起大馆 所以我是自己消费的 我也不是说那种吃博 我做不了吃博 因为说来了我不能瞪着眼说下话 那种人 好了一会看一下这顿饭 我花多少钱 来吧 给你吃个 赶紧尝一下锅包肉 还不错呀 再加点甜 再加点酸 就好了 因为我头一次在这家店吃 那很好 这比猪肉的锅包肉好吃的不乐 没看价格表不知道怎么吃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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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吃辣了 第一口必须由我来先吃 大家都可以吃 来 来 老板 老板来了 都有送海鲜了 真的不出外言 坐着坐着 来 这个老板 隆重介绍一下 板顺元 饺子坊 老板 然后我是VIP 今天我可以上后厨排 锅包肉 这个锅包肉 是什么肉 牛肉 是牛肉 咱们这家回民馆只能做牛肉的 牛 什么部位 牛子盖 旁边有个牛挖条 不是黄瓜条吗 对 黄瓜条 就那一条 这个啥部位 爬牛肉条 那个牛排的位置 手艺不错呀 别紧张 别紧张 头盆上镜头 这个位置 那个游客多不多 小土豆 小土豆 今天声音咋样 最近 好多了 有没有去年好的二倍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得翻倍 肯定是翻倍 马上过年了 土豆人少了吗 这两天少点少点 但是也很多 那年轻的土豆 喜欢吃回民吗 就这个 不分了 他不分了 回民 汉民 他就只要喜欢吃锅包肉 鲸鲜鲜 酸菜粉 就喜欢这些 对我这次就主要想推荐一下 哈尔滨到底是哪家锅包肉好吃 我准备吃一圈 然后我查了一下 但剩下都是 猪的 牛的很少 这是我头一次 我 我来这么多次 我第一次吃这个 好吃 我第一次吃锅包肉 我每次都吃 我每次都吃水煮鱼 老板为了我开创了水煮鱼 要省着我还得上四川馆吃 你说上个回民馆吃水煮鱼 是不是 是不是 强人所难 梗块 梗块吃不进去 这是牛肉的 烫了 老好吃的 被猪肉抢住过来 小土豆们快来这儿吧 快来这儿尝尝 别有一番风味的 牛肉锅包肉 黄瓜条部位 跟猪肉价格一样 这个锅包肉 这个锅包肉 不是炖啊 这是哪里嘎嘎的 这才叫东北的 牛比格拉斯 牛肉锅包肉 味道里嫩 如果再甜点再酸点就完美了 咱们可以说根据自己的口味 然后跟老板提要求 必须老板亲自下厨 好累啊 这个人家干豆腐都不是锤盐 我吃过这么多回民馆 最好吃的 咸咸肉 我曾经问他 这个干豆腐应该是怎么做呢 这么软 首先东北的干豆腐得要那种超薄的 我不知道他这是哪儿的 他说必须要用水泡 至少泡一上午 才能做出来这种 然后加上老汤 加上牛肉 加上尖椒 完美 老板知道爱吃海鲜 每次都来挣五个海鲜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特别爱吃 但是我炸不好 每次都炸糊 东北的虾片 南方不知道有没有 怕牛肉条 来 看看 大家看 这一份好像应该也是四十八块钱 整了 看我吃你们馋不馋 赶紧来东北旅游 赶紧 看这家店 你夏天来也还在 这就是我经常来的食堂 我个人认为我心里的宝藏小店 很危险 吃不饿也挺不容易 然后 就是 挖挖挖一顿吃 我这吃了这几口 拍一把泪 突然有点饱了 我的胃消 小土豆们快来吧 珍惜哈尔滨的冬天 没有多久了 像吃牛肉锅包肉的 来这家小店 牛肉锅包肉 大家猜一下多少钱 我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猜一下 嗯 怕牛肉条猜一下多少钱 评论区留言 只有你想不到 我猜你肯定猜不到 你就说猪肉的锅包肉多少钱吧 九足饭饱了 我刚才聊去吃那几大口 一下吃饱了 完了我的海鲜什么的 就吃美了 够满好品 还剩一块牛肉锅包肉 虾片什么全吃 然后这顿饭 我一会去买单 花应该是100出头吧 然后还喝了瓶10块钱一瓶的酒 嗯 性价比是不是很高 这个价格各种水饺 烧麦回头馅饼这些都有 这个价格还行吧 朋友们可以来试一下 在片尾揭晓答案啊 这顿饭三个菜 两个肉菜 一个锅包肉 一个盘牛肉条 完了还有一个尖叫干豆腐 还喝了一个10块钱的啤酒 才有这顿饭花了多少钱 要说东北物价低这是真的 当然说这是个小店啊 就是说对于我的经济水平 嗯 这顿饭还可以啊 就是不算便宜 但是说对南方小土豆 或者是南方的游客来说 嗯 我觉得应该是性价比很高 有肉有菜 花了120块钱 怎么样 那个牛肉的牛黄瓜条做的锅包肉 48 那个盘牛肉条是48还是58 尖叫干豆腐10多块钱 完美不 所以这个苍阳小馆子 小饭店 推荐给大家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我这撑的呀 我就感觉 哎呀很久没吃这么多肉了 这是为了帮大家尝试这个好吃的锅包肉 我也是尽力了 留点个赞啊 拜拜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晚上9点的中央大街 看车堵成什么样 红下街 我现在已经堵了5分钟了 我也应该买个动物的帽子 装土豆 晚安各位 晚安各位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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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